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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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长 我设置为3000 三米 宽 我设置为2000 然后在下一步怎么画呢 在下一步你可以输入3000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这个捕捉追踪 对象追踪 对象捕捉追踪这个功能 也就是这个 对象捕捉追踪 我们先把鼠标停 悬停在它上面 不要点 然后呢 往下一拉 这次我们看到它就会 给你自动软件默认计算出这样的一个焦点 然后我们点击这儿 这是不是出来了 再往上点一下 按ESC或者是回车 这样 这个举行就画出来了 长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这有没有闭合 这样的一个长是3000 宽是2000的这样的一个矩形 就被我们汇集出来了 好 我们删掉 这是矩形 往下拉呢 还有多边形的汇集 这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它不是你先不要着急的 你看鼠标右下角的 光标右下角提示 输出侧面出 这边默认是4 我点一下 直接点不行 没反应是吧 怎么办 先回车 4边形是吧 指定正多边形的中心点或 假设我现在指定这个点为中心点 输入选项内接圆或外接圆 我默认内接圆 这是我们看啊 你就可以画这样的一个四边形 那假设我要画五边形呢 我按ESC 输入侧面数 那就是五边 这五边形的中心点 内接圆 是吧 是吧 我 假设我在这个 这个圆内吧 五边形啊 输入数字五 回车 然后找到这个中点 作为它的 内接语言的圆形 内接语言 对吧 然后这样我们找 找这个 这是这个端点啊 它是垂直实际上也是这个什么 这个直径的一个端点啊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这是我们发现 这个内接五边形就做出来的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那这里我们不多讲啊 先把它删掉啊 这个默认还是矩形啊 然后下面看 椭圆啊 椭圆有几种画法啊 一种圆形和这个长轴短轴啊 我们先用它 默认的一个啊 假设我以这里为圆形 长轴我设置为三千 椭圆是有长轴和短轴的啊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几何知识 大家不懂的 可以回去看一下啊 高中几何 这不是初中了啊 你升级啊 高中才有椭圆啊 短轴 短轴 短半轴的长度啊 注意这还不是长半轴啊 这样就绘制出来了啊 我们把数个悬天上面可以看到啊 长半轴 注意是半轴啊 长轴的一半是三千 短半轴是 长度是一千 这样一个椭圆啊 是不是也非常简单 我们给大家的删除不要啊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图案填充 这里我们讲一下 我们点一下它 提示什么呢 拾取内部点或选择对象 上面我们看是不是也变了 图案填充的创建啊 这有图案或者是纯色 或者是这样的斜线等等 这有个小箭头 把它往下呢 可以不同的图案啊 这里有个带黄的小箭头 我们把它一选 它就都会罗列出来啊 这样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填充模式 假设我先这个啊 右边呢 是一些基本的设置啊 透明度啊 角度啊等等啊 我们先不管它啊 我们先把它啊 在这个上面啊 如果鼠标悬停在这个上面 它自动会软件会自动找一些封闭的区域 是吧 自动会找一些封闭的区域啊 这时我我找这个纯色吧 啊 上面啊 鼠标放在上面或下面 不同的区域就会被识别啊 这时候点一下鼠标左键啊 然后呢 那这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再按ESG 这上面就被填充了啊 我再点一下它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还又变到了图案填充编辑器 可以做一些更改啊 做一些更改 那颜色啊 是吧 我假如可以用黄色 是吧 是不是变成黄色了 啊 这个这个默认还是 我们还是用红色是吧 图案填充透明度啊等等 啊 是吧 这个时候你看 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是吧 这一半的透明度啊 那这个大家自己去 去感受啊 这些实际的参数啊 这个 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啊 后面我们需要的时候再讲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于我们来说啊 啊 OK 我把这个填充删掉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注意一下我刚才的方法啊 好 那还有一些其他绘图啊 那这里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 因为它不是很常用啊 我们这里这个入门课程呢 主要就把常用的一些功能 告诉给大家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